接下来我们看这样一个字母组合 A中间加个辅音字母 然后再加个E 这也是一个字母组合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单词 CAKE CAKE 这个C在单词的开头就发C 这个音 所以这个读CAKE CAKE 这个是蛋糕 CAKE 你看 大家看这个E 在这些单词里边是不发音的 以不发音字母E结尾的音节 叫相对开音节 我们记上 以不发音字母E 结尾的音节 叫相对开音节 这叫相对开音节 那么在相对开音节里边 前边这个原音字母就读字母的本身音 也就是这个字母读什么 它在单词里边就读什么 你看这个是CAKE 这个是A 它的字母ABCD 是不是 ABCD它也是读A 在26个字母当中 这个字母就读A 所以在单词里边也是读A 看我看这个是CAKE CAKE 我看这个是CAKE CAKE CAKE CAKE